我看这柳西英根本就不是善茶 她的目的就是要嫁进王府 到时候我这管家大权 就要落入她手中了 是啊 这以后将军给了赏赐 肯定是这个表小姐先选吧 你说哪里还轮得到我们呀 在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就是将军了 如果美貌的表小姐向军王争宠 那将军一定不是她的对手 我可真替将军担忧啊 不行 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 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 阻止这个柳西英进门 对 我们呀更应该主动出击 来捍卫我们的权益 说走就走 走去会会这个狐狸精 走 不知三位姐姐大家光临 有失远迎 请坐 红莺泡茶 是 不知 我 不知 你 有 有 有 我 你 有 我 有 当时在自己家里 不知几位姐姐今日前来 有何贵感 今日我们三个闲人来找表小姐 就是聊聊天 姐姐闷 是啊 这表姐姐到了府上 咱们郡王爷 事务繁忙 将军呢又均务繁忙 他们夫妻二人啊 怕冷落了表小姐 叫我们几个来陪陪你 怎么 表小姐 你不会是不欢迎吧 郡王和将军恩爱有加 抗礼情深 这一时顾忌不到表小姐 也是有的 还望表小姐多多见谅 姐姐们多虑了 夕音来到府上之后 见这里人多热闹 也甚是欢喜 将军和郡王 虽有公务押身 但对夕音 却是百般照顾 几位姐姐若是不嫌弃 可时常到妹妹这里 来坐坐 相信郡王和将军看了 也会欣喜 好说好说 我们呀 一有空就来找你 唠唠家朝 这样 你也尽快熟悉熟悉 府里的人和事 对不对 对对对 嗯 嗯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橘子 吃橘子 哈哈哈哈 就说咱们郡王吧 他不仅模样似的好看 又又是皇亲国戚 这京城里不知有多少女人 提着灯口排着队 想给他做气 可是 他们的算盘都打错了 这郡王心里只有将军一个人 怕是从今往后 都容不下第二个人了 是啊 多么美貌 多么夭夭的女人 最王都不心动 哪怕是狐狸精也不行 表小姐聪慧过人 又是堂堂柳天拓将军的侄女 我想 总应该嫁个如意郎君 做个正妃吧 哎哟 姐姐说得极是 哦 我还听将军说啊 咱们表小姐 可是琴棋 说话样样精通的 再说了表小姐 伸出名门 表小姐的愿望 不会就是做个小妾吧 哈哈哈哈 给 我自想无依无靠 孤苦伶仃 阿昭是唯一的亲人 王府纵然繁华 对我来说 也比不上 心情重要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那 那 那 哎 我出身低微 迫不得已做了小妾 表小姐 你放着大好前程不要 非要 非要削尖了脑袋 自扁身价 嫁人为小妾 这岂不是自甘堕落 哎呀 我说呀 这世界是怎么了 现在的人怎么都这么爱饭剑呀 哦不对 是狐狸精 这越剑越开心嘛 换作是你们 会怎样 你们做郡王的小妾 做得好好的 为什么别的女人就不能 想不想做小妾 是我的事 能不能做小妾 是姻缘注定 好像 还轮不到旁人插手 夫人喝茶 夫人喝茶 嗯 听人劝得一半 你还真是一条路走到黑了 表小姐 你好自为之吧 我们走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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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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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